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我们来开箱一个成人玩具 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我们来开箱一个成人的乐高玩具 它就是一个模组化的摄影桌边器材公司 叫做 Adicron 这件 Adicron 台湾也有代理 但是他们的价格真的是超级高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是直接跟土耳其官网直接订购 所以免关税、免运费 然后直接寄到家 然后还比较便宜 我整个问号 不知道台湾代理在干什么 我才想说它是零塑胶包装 结果里面就直接来一片塑胶是怎么样 这个就是我们的滑轨本人啦 这就是伸缩泡 哇塞 OK,那盒子里面也很神奇的 就是里写说明书 结果拿出来是一堆空白的贴纸 它给我空白的贴纸要干什么 那盒子里面还有一盒的一些工具啊、皮带啊 手上这款滑轨叫做 Slider Plus V5 Pro Long 这个是长的版本 它还有一款叫做 Compact 版本 但是好像大小长度没有差太多 那我就直接买 Long 那这个滑轨因为它会延伸 比滑轨的距离还要再更突出去的距离 所以你需要先准备一个可能很低的脚架 或者是一个很巨无霸的脚架 才可以办法使用它完整的距离 不然你看就会这样子头重脚轻 然后你就会飞出去相机掉到地上 好啦那这个滑轨就是非常滑顺 目前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接着就来玩一下下一个产品啦 OK这就是我们电动模组本人啦 哇塞 还蛮扎实蛮厚重的 然后里面又要附给你一些锁紧的配件 有一个Sony NPF的电池板 还有直流转交流电的变压器 就这样子盒子里面空空 它的变压器是22.5W的这种DC接头 因为它根本不知道你是哪一国家 它就不如就全部都附给你万国的各种选项插头 这NPF电池板它就直接附给你两个小螺丝 叫你自己锁到我们的电动模组上面 那如果你像是你都接着电源使用 你就可以把这个电池板拔掉 节省这边的空间嘛 哦那盒子里面刚刚还有附一条 这应该是什么快门触发的线吧 就你可以接着然后缩时摄影 它就可以自动的帮你触发你的相机的快门 哇开机完成 好那我们接着就来开箱下一个产品啦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遥控器第二代啦 那这跟第一代的差别就是它的电量更长 然后还可以接那个接线啦 就是如果你在很复杂的环境 那你想要接线让它稳定的话 你可以直接用这个遥控器来接线控制 而不用透过任何的蓝牙 像手机的蓝牙或是这原本的蓝牙来控制 好那这就是我们盒子里面所有东西啦 还有一本说明书 这后面盖子是用磁铁 这也有点神奇 就是完全是一片的金属 然后这样吸上去 OK 配对完成啦 我们就直接来玩玩看我们的滑轨 然后按1 长按1吗 然后再按 然后再2 然后按1 What 然后重点是这个遥控器可以几乎取代你的智慧型手机 你就可以不用用你的手机在那里登入登出各种奇怪的APP 你就可以有一个稳定控制你所有的滑轨的一些控制功能 像是速度啊 还有我们的加速度 减速 就ease in ease out的这一个部分都可以在这个遥控器做调整 哇塞 我们来试试看速度100% 然后是马上启动马上关闭看会怎么样 OK 所以这个是最快的速度就是长这样 那它的 那个ease in ease out 直接开到e它还是会慢慢的停下来 它没有办法就 嗯 然后就停下来 EDECRON 这间公司的滑轨这个电动模组最厉害的特色就是 它可以手动去控制我们的滑轨位置 那其他今天可能是没有办法办到 或者是做的很奇怪 或者是会有一些奇怪的移动 那像是我们现在就直接调到 哇 好就是这个位置 那我们就按1 然后我们按这个位置 我们按2 然后这个位置我们按3 之类的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子轻松的在这样子 1 2 3 我们刚刚设的关键点中切换 都目前我已经觉得 哇塞太帅了 那但是我们接着还要再继续开箱下一个产品 这个就是我们的 上面的360度电动云台的部分 电池 好啊 那电池没有统一啊 它这个是用Canon的LP16电池 我们就来装上去看看 我要来学它的广告 它的广告都这样子 OK 我们现在就变成两个轴的手动调整 我们可以用滑轨 1到这里 这个云台挪到这里 然后我们按1 然后我们 滑轨滑到这里 云台挪到这里 按2 然后我们就可以 1跟2之间切换 那我们现在上面还没有任何相机 那我们接着就要来先开箱下一个东西了 OK 那这就是我们的Flex Tilt Pro 就是一个方便快速的摄影云台 这个盖子是设计成这样子要干什么 我以为里面有说明书 结果它只是一个 塑胶在这里不知道在干什么 好 那我们就直接把它装上我们的电动云台上面啦 哇塞哇塞 这是什么开外挂功能 你看它永远都会对着相机 它就是锁定了相机的这个位置 然后我这样滑 What 它上面的云台会跟着移动 然后一直锁定着相机的位置 你自己看 哇塞 这什么 黑科技啊 超帅的 What 我又玩了一阵子发现就是遥控器的部分呢 它还是有一些局限的啦 它就是只有最基本的 缩时摄影跟关键针 就是A点 B点 这样子 C点 123 这样子 那如果用手机 你有六个点可以设 那你如果用物件追踪模式 那也只有手机有 还有一些很特别的像是 时间反复弹簧模式啊 这种 都只有在手机App可以办到 那这遥控器就是单纯就是 你不想要用手机的时候 你想要稳定遥控 我们的 装置的时候 你就可以直接用我们的遥控器来控制 那如果你对这系列产品有兴趣的话 我会把完整的评测分享测试影片 放在我的工作室 频道有兴趣你可以去参观一下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开箱分享 这个神奇的成人乐高玩具的模组摄影器材 的开箱分享影片啊 那当然喜欢这影片按赞 对我们的频道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 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开箱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ony 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